刘备在二帝三帝去世之后,亲提大军阀,东吴孙权听闻刘备大军来袭,下的是手足无措,后来还是东吴年轻的新生代将军,陆迅用火烧连营的计策,才破了刘备的大军。 此后蜀汉已决不诊,三国成了真正的鼎立之势,而刘备也在大军失败之后,急火攻心,一病不起,后来在白丽城奄奄一息,急遭丞相诸葛亮和蜀汉的东梁之才,商议死后脱孤之势。 这就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白丽城脱孤,此次脱孤事件,在后人看来疑点重重,主要疑点就其中在刘备对诸葛亮说的那句, 军才十倍草批,必能安邦定国,终定大事,若四子可辅,则辅之,如其不才,军可自卫成都之主。 要知道中国有句古话,叫做鸟之将死,其名也哀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 但是作为一个帝王来说,这句话真的是用吗? 实际上,历史上的很多帝王,即使在临死也不忘算就别人一把,但是对于刘备来说,很多人还是对其有比较不错的印象的。 认为刘备是个老实人,对待员工也比较宽厚,怎么会在临死之前用这句话来试探诸葛亮呢? 实际上,其实事情的真相很简单,我们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了。 如果你是刘备,当时你会怎么做呢? 如果是我,我对诸葛亮还真是不太放心,因为作为一个帝王,最起码的素质就是要心狠手辣,不去相信任何一个人。 一个臣子依靠你才能发挥才能,这是你的福气,但是如果一个君主离开一个臣子就玩不转了,这样就危险了。 而当时刘备在世时,虽然对诸葛亮是言听计同,但是自己的威信是谁也不能抗衡的。 诸葛亮离了自己照样轮不转,但是自己的儿子还能镇得住诸葛亮吗? 诸葛亮在自己死后,会不会对自己的儿子起二心呢? 作为一个帝王,难道不会考虑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吗? 毫无疑问肯定会的,哪怕信了诸葛亮一辈子,在临死前也要试探帝王。 这是帝王的本性,与信不信任无关,除了人知常情之外,其实在三国眼一白历程脱骨这段,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细节,值得我们去深思。 那就是诸葛亮听完刘备那段话的反应,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述的,诸葛亮看刘变气,手足失措,岂败于底。 乍一看还以为,诸葛亮被刘备感动的呢? 实际上此时的诸葛亮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,差点吓昏过去,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神态或动作,稍微有点不自然之处, 两边的刀斧手就会将自己砍成肉泥。 刘备看似是肺腑之眼,但是一双眼睛却在盯着诸葛亮,因为在召见诸葛亮之后,刘备就将刘蝉托付给了赵云,并让赵云好好照看。 啥意思?意思就是让赵云防着点诸葛亮。 搞了一辈子政治斗争的刘备,知了人心善言这个最基本的道理,今天的忠诚也可以演化成无明日的背叛。 因此刘备在脱孤之际,确实对诸葛亮有所防反,但是是否在房门两侧埋伏刀扶手,或许也是有可能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